大家好呀,我是甜晨晨 今天的这只娃是一个小姐姐定制的成品 小姐姐给我发了一个她自己的妆面做参考 超好看的一个小仙女 就是还没有改装前的样子 先把她的五官雕刻出来,再给她上妆 关于上妆,前两天我翻私信的时候看到有人问我 是不是用彩纤上妆 我感觉主要是色粉 彩纤我一般是用来画眉毛眼线 还有一些红水丝之类的细节 新手画眉毛的时候一定要先用色粉描出两边眉毛的位置 不然很容易画歪的 眉毛位置我比较熟悉了,所以我是直接画的 嘴唇内侧有时候我会用彩纤加深一下阴影 一点点带一下就好了 有小可爱发给我看她自己改的娃 嘴唇完全是用彩纤涂的,看起来就会很不自然 眼皮和后老壳挖马丁的琳南 后老壳是娃妈自己设计的一个图 她养的一只狗狗加上琳南 这几天会开几个庄额和成品娃的名额 有想要约庄或者是定制成品娃的宝贝可以私信我 小姐姐听得这只娃还有和她一样的同款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